203 腳架造型 這一題我們要用掃出填料來處理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要畫出路徑 然後再畫出我們要掃出的輪廓 所以我們先畫路徑的部分 所以這邊我們選擇草圖 然後選擇上基準面 那我們點線從這裡 水平 垂直向上 水平 然後記住這邊一定要做水平 要水平 然後這一條跟這一條我們做等長 等長等近 然後呢尺寸 這邊是500 然後呢這邊也是500 然後呢它這邊的半徑 圓角這個半徑都是50 所以這邊 圓角這邊50 點這一個點 確定 點這一個點 確定 確定 好 然後完成之後呢把這兩條 這一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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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這一條呢改成建構線 好 完成 好這是第一個前半段這邊的路徑 好然後我們等一下畫出這個的路徑 所以這邊草圖 選擇 選擇 前基準面 前基準面 好 點線 好 點這一點 到這一點 好 然後這裡呢 請斜一個角度 好 然後這邊也是請不要90度 請斜一個角度 然後這邊也是請斜一個角度 盡量避免90度 好來 然後呢這邊 我們先給角度 好這邊是65 這一條到這一條的角度是65 這一條到這一條的角度是95 95 這一條到這一條的角度也是95 好 然後呢 這邊的長度 是150 這邊的長度是300 然後這個點到 底部的距離呢這邊是400 好 這一個是 呃 標示啊 沒有問題 來 然後呢 完成之後 這邊要做圓角 圓角剛才講過都是R50 好 點圓角 50 這一個點 這一個點 跟這一個點 確定 好 然後這邊完成之後 確定 好 這個就是等一下我們要的路徑 好 好 那另外這邊不用做 因為等一下 掃那個 做完 掃出填料之後做進射啊 所以這邊呢我們要先做一個平面給他 好 所以這邊基準面 好 然後選擇 前基準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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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這個一半 這個500歲 一半偏移呢 就是250 好 那250這邊呢 我們要做反向啊 剛好在這個一半 好 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再做一個基準面 好 好 跟 這 點這條線 然後 要通過這一點 也就是要跟這條線垂直通過這一點 好確定 好 然後這邊畫一個草圖 好 我們畫一個圓 這個圓的 直徑呢 這邊告訴我們 好 一個是40 外面40 裡面30 所以這邊是 40 好 確定 好 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直接做 掃除填料 好 來 第一個輪廓是這一個 然後路徑我們先點這一個 好 那這邊我們選擇 柏劍 好 然後呢 40跟35 厚度 厚度啊 直徑是X5 厚度應該是 要除以2 2.5 好 然後這邊注意哦 我們這邊 要往內 往內 不是往外 要往內 所以這邊 確定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 剛才的 這一個草圖3給分享出來 就這個圓 好 然後第二個再做一次 掃除填料 選擇 外面這一個 好 然後呢 路徑記得哦 不要點這邊 要點這個就好 因為怕你點到 下面的 原本的那個虛線 我們點這個就可以了 好 然後一樣呢 柏劍特征 好 然後呢 這邊 一樣 這裡 我們要往內 我們看這邊就清楚了 來 這邊 有沒有發現 他是往外 所以這邊要往內 然後是2.5 確定 好 完成之後呢 我們把 掃出 柏劍2 這個做 淨色 淨色面就是 這個平面 一確定 好 那這樣子 這個圖形就完成 完成之後呢 他的Z軸要朝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座標 好 這邊Z軸沒有朝上 所以這裡呢 我們點選呢 前 那個 座標系統 好 然後呢 因為Z軸要朝上 所以選擇Z軸 然後選擇上基準面 好 這樣Z軸 就會朝上 好 然後確定 好 然後我們來看題目 來 第一題 Z軸的 直 來 這邊選擇 坐標系統 1 Z是153.9625 好 然後 總體積 總體積是900281.6572 好 來 接下來我們看第三題 第三題呢 他要改變尺寸 來我們來看 這一個 炒圖1 來 炒圖1 這一個距離呢 500不變 這邊也不變 然後 然後R R R50 R這邊也不變 來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看 第二個 炒圖2 炒圖2 來 第一個 這邊 500 400 150 300 這邊都不變 角度 角度 A1 A1 這一個是改60 A2這邊是改100 A3這邊是改90 好 完成 然後呢 接下來 他要的是 直徑 掃圖 這個部分 草圖3 好 這邊40 這邊的 D1 40 改成 35 好 然後 D2是 30 30 那 35 跟30 X5 所以一半是 25 2.5 所以 這邊 不用變了 來 所以這邊 草圖3 改完之後 這邊也會跟著變 這兩個 都一樣 所以這邊 完成之後 我們來看 題目 他我們 Z軸 Z軸是 156 1281 然後 第四題 體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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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784 334.3605 好 第五題 表面積 6279 77.9972 好 那以上這邊是 203題的部分 發 達 20 2 5 5